美国时间5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洛杉矶副总领事施远强参观了由中国艺术国际型尼克松基金会尼克松图书馆共同主办的熊猫和他的朋友刘中艺术展,尼克松家族的唐纳德·尼克松先生,中国艺术国际型共同主席龚廷玉担任向导,引领来宾们走进历史长廊和艺术世界。 2019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本次画展在尼克松图书馆举办具有特殊的意义。 40年前,两国领导人做出远见着实的决定,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中美两国,也给世界带来了深远影响。 而在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一对大熊猫即由周恩来总理赠送美国。 熊猫是中国国宝,是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旗舰物种,也是中美友谊的和平使者。 刘中是中国熊猫大使,在刘中的动物画作中,熊猫是他的最爱。 刘中笔下的熊猫创造出迷人的天真、温柔与和谐,同时传达着无尽的文化底蕴和中国民族精神。 刘中是由尼克松博物馆邀请的首位中国艺术家,展览不仅受到美国民众的赞赏,而且有实力雄厚的收藏家定制刘中的经典画作。